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再做一个新的人工智能背景 热闹一点 希望朋友们鼓励点赞 关心时事的朋友们都知道 本该在去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 至今没有召开 非常的奇怪 因为现在北京没有任何理由不召开这次中央全会 特别是马上3月5号北京就要召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 在两会之前一般都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给两会定调 也就是说两会上的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还有两会上发表的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政策 都要事先在召开中央全会上来给它定调 如果不召开中央全会就直接召开两会 那就是中共中央严重失职的表现 因为北京中共中央作为全国的领导核心 在召开两会这种全国性重大会议之前 居然完全不给两会制定方针政策 那就是最大的躺平不作为 也就是说 如果是全中国的核心 中共中央躺平不作为了 那中国当然就会面临一场大乱 不过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说在两会前 不会召开三中全会 因为就有先例 比如说在2018年2月24号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在两天后的2月26号到28号召开19届三中全会 这种在两天后突然召开中央全会 肯定是有特定的意图或者说阴谋 在2018年2月那次中共中央全会上 是开得非常的突然 让人措手不及 它背后的意图和阴谋 现在是很明确了 就是当时习近平要超共这一次两会 要修改宪法 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 要恢复国家主席终身事 因为习近平他也想到 他搞这个恢复国家主席终身事 就是一个倒行逆施 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 所以习近平就要搞一个突然袭击 就是在两会召开之前 突然宣布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定下来 说是要恢复国家主席终身事 然后马上立刻召开两会 让这个宪法修正案冲冲的通过 这样一来 人们就没有时间进行讨论或者反对 就让他这个宪法修正案 充充就得到了通过 那么今天就是2月23号 所以不排除明天2月24号 习近平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宣布在两天之后 就是2月26号召开20届三中全会 如果是这一次三中全会和6年前 2018年的情况一样 就是突然召开 两天之后突然召开 那么背后必然有什么的重大的图谋 或者是阴谋 那具体的背后有什么阴谋呢 当然我们现在也还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事情应该和两会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他有什么重大的决定需要在两会上通过 而且这个决定很可能反对的人很多 所以习近平又再次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 要在两会上匆匆的通过 让人们没有时间去讨论反对 那么现在习近平在两会召开之前 就是召开三中全会的最后机会 现在就这么几天时间了 如果是习近平在两会之前 要匆匆召开三中全会 肯定他有一个重大的阴谋在里面 如果是习近平在两会之前 但索性他就不召开三中全会了 那就是习近平躺平不作为了 所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两种可能性 到底是习近平会不会召开三中全会 如果是习近平在两会之前 索性就不召开三中全会了 就是习近平躺平不管事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习近平其他会议他也就不召开 索性就当一个皇帝的任性 我什么会都不开了 不过在今天2月23号下午 习近平却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 研究所谓大规模设备更新 还有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问题 习近平在会上提出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他是想刺激企业去大规模的更新设备 用以旧换新的方式刺激老百姓买东西消费 不过这样的做法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 因为企业他要大规模的更新设备 他就是为了扩大生产 为了赚更多的钱 而现在中国经济这么不景气 企业生产的东西都积压卖不出去 当然企业没有什么兴趣去更新设备 更不愿意去什么大规模更新设备去扩大生产 而让老百姓以旧换新去买消费品 当然这种以旧换新并不是免费的 就是你用比较少量的钱就可以买一个新的 这种以旧换新看上去好像可以占点便宜 就可以吸引那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出来买东西 不过现在中国的经济很不景气 老百姓收入减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都是尽可能节约 能够不买的东西我就不买 所以这种以旧换新也吸引不了多少人去买东西 再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家里头的家庭用品 一般的必需品也都有了 如果没有什么很特奇的 就是很新奇的具有吸引力的东西 还是那些老一套的东西 就是我换个新外壳再来卖以旧换新 这样的以旧换新也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 习近平今天下午出来召开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就说明习近平他并不是躺平不作为了 所以就可以排除习近平不召开三中全会 是因为躺平不作为的可能性 既然习近平不是躺平不作为 他就是还要有所作为 甚至还要大有作为 那么习近平在3月5号召开两会之前 突然召开中央全会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那么习近平在两会之前突然袭击要召开一个中央全会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要在三中全会上突然进入中央政治局 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坊间早就流传关于彭丽媛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传闻 而且有传闻说三中全会迟迟不召开 就是因为习近平要在三中全会上安排彭丽媛进入中央政治局 所以他不能及时召开中央全会 因为习近平也想到他让夫人彭丽媛进入中央政治局 当然会有很多人会反对 所以习近平也不能及时召开中央全会 他事先就要做很多事先的工作 把这些事情全安排好了之后 他再来召开中央全会 习近平在2月底召开中央全会 让彭丽媛进入中央政治局 紧接着就在3月份的两会上 再给彭丽媛安排一个国家或者政府的高级职务 比如说当国家副主席或者国务院副总理 因为国家副主席的人数 并不一定非要是一个国家副主席 完全可以修改宪法再增加国家副主席的人数 如果修改宪法国家副主席增为两个人 那么就是现在的国家副主席韩正 和新的国家副主席彭丽媛两个副主席 当然习近平也可以让韩正退休 让彭丽媛来接任国家副主席 这样的话习近平是国家主席 夫人彭丽媛是国家副主席 就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记录 当然这也应该是习近平想要的历史记录 如果让彭丽媛当国务院副总理那就更简单 因为国务院副总理本来也没有人数限制 让彭丽媛当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 就是架空了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 让彭丽媛成为事实上的国务院总理 这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因为现在习近平对国务院那边的人也都不信任 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 习近平都不是太信任 如果彭丽媛成为事实上的国务院总理 习近平是主席 夫人彭丽媛是总理 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记录 这也应该是习近平很想要的那个记录 不要以为说这些话都是天方夜谭 独裁者就是任性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比如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把他年仅10岁的女儿金珠爱 封为朝鲜新兴女将军 一个年仅10岁的女孩子居然成为女将军 在一般的国度是不可思议的荒谬笑话 但是到了北朝鲜 这样荒谬的事情就变成了现实 现在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 延然就是以接班人的身份出现 金正恩在军队视察之后 都要带着他的女儿这个女将军 给他女儿金珠爱大搞个人崇拜 为金珠爱的接班来铺路 金正恩为什么要把他这个年仅10岁的女儿 封为将军呢 就是因为金正恩对其他人都不信任 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嘛 所以这一方面是独裁者内心恐怖心态的表现 这也是独裁者任性的表现 既然金正恩可以把他年仅10岁的女儿 封为将军 那么习近平让夫人彭丽言进入中央政治局 当国家副主席或者副总理 那也就不算太荒谬 不算太过分了 对于独裁者来说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况且中共历史上还有毛泽东夫人江青 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先例 习近平什么都学毛泽东 这一次他学毛泽东把夫人也拉进中央政治局 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彭丽言在三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就是罕见的三级跳 就是他直接跳过了后补中央委员 跳过中央委员 直接就进入中央政治局了 不过这样的三级跳也是有先例的 当年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是三级跳 他跳过了后补中央委员 跳过了中央委员 就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 因此彭丽言学江青三级跳 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当政治局委员 也不算是违规 习近平让彭丽言进入中央政治局 肯定是有他的必要性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身边特别缺少可信任的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夫人彭丽言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 他进入中央政治局 帮习近平来打点中央政治 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在2月底 突然召开三中全会 突然袭击 让彭丽言在三中全会上 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后紧接着再来一个突然袭击 在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 让彭丽言成为国家副主席 或者国务院副总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的中共政权 就彻底变成了习家王朝了 然后习近平再学金正恩 让他的女儿来接班 这样的话对于习近平来说 那一切就是非常的圆满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